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她在九州青空城之中出演的女二号,一生骄傲,高贵如她,却爱着一个不爱她的人,居静一的雪飞山很美,灵动脱俗让人很惊艳,这是居静一她的第一部作品,可这居静一的演技确实很不错,虽然她比较矮,可和关晓彤比较,板脑显得她娇小玲珑,第二部就是《轩原剑之汉之云》。 她在这部作品之中,出演了女二号蓝眼,这个角色虽然是江河府中的彭剑之亚女,却轻力温暗,只是这部作品反响不太好。 特别是和当年的《轩原剑之汉之云》相比,这部作品都半评分差,收视率也是很一般。 第三部作品就是芸汐传,她在这部作品之中,终于出演了女主角,她的女主角韩芸汐。 性格开朗,出生女一学世家,这部作品反响也是很不错,只居静一的外表精心靓丽,让人很喜欢。 她的长相在娱乐圈之中,也算是很有观众缘了。 虽然她出演的作品,都是网络剧,可她的资源也算是越来越好了。 第四部作品就是即将播出的新白娘子传奇,她在这部作品之中,就出演了白素贞。 这个版本的白素贞还没有上线,却已经公布了剧照,这白素贞一直以来都是优雅高贵。 可据,静一版是更加清丽万人的,这部作品预计在明年的时候,就要和大家见面了。 这个版本还是让人很期待,居静一在娱乐圈之中,虽然不太红,可这样发展下去,她的新图还是很不错。 除了这些作品之外,她还有很多作品要和大家见面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居静一,她的哪一部作品了? 本文内容之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